开始做的时候 努力的过程都会有创衰 还有误解 口水会过去 政绩会流下来 为选举造势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脚步不停 主打政绩牌 只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11号却在脸书上猛泼冷水 她说最新民调都显示 蔡振英虽稳操胜券 却仍有引诱与变量 因为距离选战还剩90天 民调不表态率仍高达三成以上 显然不寻常 而泛兰选民不表态的比例 是泛绿选民的两倍 也就是说 韩国瑜支持率的成长空间 远大于蔡英文 是不争的事实 陈水扁还表示 根据中时旺旺最新民调 蔡英文获得泛绿选民 83.9%的支持 反之韩国瑜的泛兰阵营中 只获得66.6%的支持者 这意味着 泛绿阵营整合已经差不多 顶多在成长5% 就到天花板 而泛兰阵营中的锅粉马迷 都尚未整合 应该还有15%到20%的成长空间 现阶段我看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再失分 不要再智商 不要再往内互打 不要再自己人骂自己人 尤其我们要多交朋友 少数敌人 一些不理性的朋友 不断地在网络上攻击 甚至也到我的网页上 恶意的留言 我觉得这些只是造成 党内的纷扰 我宁可相信他们绝对是假韩粉 或者是假的国民党支持者 对于参加过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的朱立伦来说 这一路走来 蓝营内部整合问题 他始终看在眼里 眼下 韩国瑜的民调明显落后 蓝营支持者真的要好好努力 对此岛内各地铁杆韩粉也已按耐不住 纷纷自主地集结聚会 甚至自己去做街头民调 以不同的方式出钱出力挺韩 台南市韩友会11号成立大会 举办韩国瑜庶民宴 时到佳肴都以韩国瑜的经典词句 或是与它相关来命名 相当吸睛 韩粉甚至打算出版另类的韩诗三百首 反击所谓黑韩 宣扬韩国瑜的金句 要助韩国瑜选2020一币之力 除了韩粉加持 韩国瑜竞选团队 也计划针对劳工端出政策牛肉 承诺一旦当选 不仅要设立所谓劳资政委员会 强化劳资对话和协商机制 还要在上任第一年 就提拨100亿新台币给劳保 防止劳保破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